歡迎收看新台灣星光大大 我是祈愷很大的新年 看到紅圖大展 我們先來介紹今天的貴賓 我請大家拜一年 第一位是非常資深的媒體人鄭平 祈愷哥好 祝大家觀眾朋友們 今天重大獎開運大吉 好 我們的大砲 輝文 你好 祈愷兄好久不見 大家新年恭喜 好 來 資深媒體人光晴 來 主持人觀眾朋友 大家今天可以去簽一下 祝大家重大獎 對啊 今天大樂透 好 來 還有我們的國民黨立法委員 三十三位 祈愷 各位觀眾 大家好 還有我們的元导阿桑 這位民進黨的立法委員 也是文憲部的主席嘛 對不對 殊愷 祈愷 各位觀眾 大家恭喜一定要發財 好 還有我們的財經專家 理財專家 Andy 你好 愷哥好 祝觀眾朋友這個 兔年發發發 股票基金都賺大錢 好 今年說一個好的討案 祝大家可以宏圖大展 可以跳得很高 結果一個過年都在吵什麼 菲律賓說我們有十四個台灣人 去那邊詐欺 騙大陸人 又騙了菲律賓人 結果菲律賓說沒有把他送回我們台灣來 竟然送到大陸去 整個過年都在吵這個事情 現在我們要採取比較嚴厲的一個措施 三行 要把駐菲律賓的代表要召回來 那是以前代表召回來就準備要打仗 這是非常嚴重的事情 另外要嚴格審查 要啦 非勞要來我們台灣 包括來這裡照顧馬利亞那些人 包括來這裡做工作的人 專播以後要嚴格審查 另外要取消網路的免簽 這個到底有沒有效 更重要的 我們光晴大年頭跟大家說一下 為什麼這麼複雜 他明明是我們台灣人啊 換了案就送回台灣啊 怎麼弄到大陸去了 對這個事情在過年的時候 大家就看到這個新聞 我非常嚴肅也笑不出來 因為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 那第一個有很多人在探討說 受害者全然都是這個中國大陸同胞 那這是第一點 第二個就是說24個嫌疑犯罪人當中 14個是我們台灣人 10個是中國大陸的人 那我們想說 到底這個所謂的司法管轄權 誰數的這個問題 其實在這個我們第一時間 今天看到媒體說 尤其是聯合報譴責我們的外交部 我認為說除了這個時機點啟動的 比中國大陸晚之外 這一點我們是可以批評的 但是至於說其他這部分 包括我們第一時間 我們就請了這個律師 連同我們駐外的代表 跟人員到了這個機場去賭人 那當時候就我們就出示人身保護令了 而且有強調我們具備這個司法管轄權 這個部分我覺得我們是該做做了 只是說在外交上或者在司法這個 所謂的管轄權的這個主張上面 顯得是無力啦 那這個我覺得非戰之罪 那我覺得在這個事情上面 整個詐騙金額是高達6億 6億的這個新台幣 我想包括我剛剛講的人的問題 跟錢的問題 跟後來的未來的這個 所謂的調查這個問題 這些都是問題 那再怎麼說也不應該說 台灣人是遣送到中國大陸去 我覺得這是前所未有 我今天看這個姜黃池 這台灣大學的法律系教授 他覺得過去從1928年 不管是法國的這個 所謂的蓮花號 這個所謂的海上的這些爭議事件 還有後面後續的幾個事件 其實向來都是台灣人歸台灣的管轄 那中國大陸你就遣送回去沒有問題的 那在這個法律上面的一個爭議 說四個管轄權上面 我們是享有所謂的國際管轄權 那我覺得這個都是我們是站得住腳的 何以變成現在這個狀況 我覺得中國大陸顯然是想要借這個案子 殺一警百 他想引發一個連鎖效應 骨牌效應 說未來好吧 大家就國際上都認知說 台灣也是中國的一部分 所以呢台灣人在即使在菲律賓犯案 一樣由我們中國來處理 今天我看到陳長文 陳老師他的一篇這個 所謂的法律上面一個見解一個專論 可是我說的有道理也沒道理 他是用後面的司法未來的審判跟調查 這個實務上的所謂這個爭點 去做他利潤基礎 但是我覺得實務上是一回事 但是我們應然變應該要怎麼樣 就是怎麼樣 你不能說以後啊 我們怎麼可能傳這個被害者 來台灣接受調查呢 或者是說我們在 司法審議過程中 會遭遇到什麼樣的困難呢 因為這樣子 所以即使這樣 我們台灣人也要送到中國去審判 我覺得這個還是一碼歸一碼 還是回歸到我們想有司法的 光潛講的沒有錯 這個事情以後面很嚴重很嚴厲 為什麼啦 那以後台灣人在外面犯了任何案子 變成嫌疑犯還沒定案 那到底要往哪邊送 都往大陸送嗎 這是一個第一個很重要議題 第二個連法界看法都不一樣了 剛剛光潛講了 陳長文認為說到大陸那邊去 如果好好用法理的情緒 好好把他辦完 因為受害者都在那邊嘛 也是個辦法 可是像林詠然就站出來講啦 林詠然就說這是嚴重違反國際慣例 所以法界有意見 第二個台灣民眾現在 都要跪你對不對 要很嚴肅去看這個問題 一定要徹底底把他解決掉 因為我們講到這個部分 就是說你要討論到說國籍管轄權 就是說我們我會想到說 落國無外交 是不是我們台灣就沒有這樣的一個司法管轄權了 你看從當初就是去年12月27號 這是一個他的事件發生以來 菲律賓他的一個跟中國一個專案小組 逮捕了這個跨國詐騙的24名嫌犯 也就是今天講的就是14名台灣人 然後10名大陸嫌犯 那其中14名的台灣人然後全部都被遣送到中國大陸去 然後到了2月2號的時候 菲律賓就把我們嫌犯押到中國 就是遣送到中國大陸 而且是半夜偷偷摸摸的就講把他帶走 然後當時我看到報紙就是除夕 除夕那時候新聞還有講說 我們的那個非國代表處 還有街道內線說人帶走了 就那種我可以感受到那個外交場景是非常的淒涼 甚至像光潔姐剛剛講的 我們也有律師在那邊有請人 然後趕到現場 眼睜睜看著中國的專機 大陸專機要滑出那個跑道 然後就準備飛到中國大陸 就把我們台灣的嫌犯給載走了 然後結果呢 也沒有理會我們外交部表達的嚴正抗議 到了2月3號 吳敦義行政院長他批評 菲律賓沒有依照慣例 然後把嫌犯移交台灣 不珍惜說台灣跟菲律賓之間的友誼 不尊重台灣 那菲律賓總統 總統府那時候甚至召集他們該國的司法部長 和駐台辦事處的官員舉行會議 然後菲律賓總統也出席 然後到了2月4號前幾天 就是菲律賓他原本要寧一個發表聲明 結果因為試色敏感 嚴到昨天 昨天呢 結果菲律賓發表一篇不痛不癢的聲明 他表達深切遺憾 然後我們的外交部呢 只好做一個動作 召回助菲律賓代表 甚至嚴審菲律賓來台的簽證申請 取消菲律賓人來台那個網路簽證 免簽和來台的一個待遇 那我們只有做這樣的一個動作 從我剛剛講這個時間點看起來 延續下來已經發生了38天 齊凱哥我就剛剛一開始講說 落國無外交看了這種處境 我覺得說蠻悲哀的 但是這畢竟我們有國際的管轄權 因為我們剛剛也提到了說 陳昌文律師今天有一篇那個報導 他是在講說 國籍的那個就是便利性的一個管理 什麼樣的方式 對這個案件 他是從司法法裡面的優先程序來看說 因為嫌疑犯 也有因為受害者 大部分都在中國大陸 你要怎麼傳受害者出庭 這是一個便利管轄 但是這是法律上的見解 那我是認為說 在這個部分有兩個一個過年期間 難道國安會跟外交部門都在跟我們一樣放年假嗎 我們那時候除夕出一 都在關注這個案子 每天新聞都在報 這個是反應真的慢半拍 所以連馬總統都講了 第二個部分就是說 我們的國際管轄權 像剛剛提到 法律上有見解爭議 但是我們在這個方面 難道站不住腳嗎 我們自己也有 該國的14名台灣嫌犯 我們該引渡回來就引渡回來 要不然兩岸簽了那個共同打擊犯罪協議 我覺得就是百千 揮文啊 是 那叫建平這樣說 那很淒涼耶 人家專機來 嫌犯就載著 找自己的台灣人也一起載著 那種心情 不是只有弱國無外交啊 眼睜睜的就只能看啊 所以現在在補破網對不對 過年一直在補破網 包括現在宣布了 召回駐非的代表了 另外呢 以後 非勞要來我們台灣 要嚴格的審查 現在給大家經歷一下 現在有多少非勞在我們台灣 一共有七萬七千五百個 大部分在做什麼 製造 製在製造業就五萬四千多個人 平常我們看到在家裡幫傭的 像我們在開玩笑說瑪莉亞這些人 大概有兩萬三千多人 那現在要問啊 可以做啊 不破網啊 問題是這個措施到底有沒有效才是重要啊 有好嗎 剛才七塊雄說的是這個 菲律賓外傭人數 那我這邊給大家看的是說 我們台灣啊 跑到菲律賓去玩 最近這幾年的統計 每年這麼多啊 十幾萬 平均都10萬里以上 所以因為他跟我們的地理位置很近嘛 你說出兵隔壁 其實菲律賓他們處理這個事情 當然是以從他們國家的利益去做考量 不過七塊雄我比較輕鬆一點的講 就是說 如果那一天那個飛機 是把這24個嫌犯通通載來我們這邊怎麼辦 我們現在看到的狀態是這24個 14個台灣人 然後10個這個大陸的這個嫌犯 送到中國去嘛 如果他送來我們這邊我們怎麼辦 我們好辦啊 至少不用抗議 那10個再送到大陸就好 對對對 就是這樣 就是說這14個是我們的人留下來 那10個是你們這個大陸人我們簽那個協議嘛 就送回去嘛 就有金門協議或坐船坐飛機什麼 就送回去 我藉由這個例子要告訴這個對岸的這些朋友們 就是說如果人送回來我們會怎麼處理 那現在人在你們那邊 你們會怎麼處理 那這個意思是你才提醒說他們現在殺人家 他們有來有往嘛 這種跨國的第三地這種犯罪 以後一定很多嘛 所以我說 很快這幾個就我們的那個嫌犯14個 我的研判是快或慢遲早會回來的 大家不要在這上面 太過那個尿啦 你明天不回來了我要怎麼 我覺得沒有必要這樣 第二個就是說 政治問題跟法律問題 我是建議大家切開來看 法律問題我想我們 當我們的行度比較低 我們是五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他們那邊可以判到五期徒刑 那如果說這個 嫌要凶在嘛 如果要立法把他 趕成誤期徒刑 我是贊成的 那個詐欺的 很惡極的 我告訴你 這個我覺得是可以 那所以我說 政治問題跟法律問題 我們把它切開來看 法律問題的部分我們絕對跟 譬如說這個中國也好 菲律賓也好 日本什麼也好 我們都願意一起打擊犯罪 我們沒有要偏袒 我們自己的嫌犯 輝文是大套 今天剛才過年的看 他今天反而認為這樣做是合理的 沒有啦 他今天講得很視頻 我先說明一下 這個詐欺犯 我都接到好多詐欺犯的電話 後來發現是立法委員 剛剛掛了電話 我都接到過 所以輝文說要加動其行 我很贊成 這第一個 第二個 剛剛大家講這麼多 我要先說明一下 管轄權的問題 司法管轄權 在國際法上像這種 在跨國犯罪的司法管轄權 有很多原則 到今天沒有定 有所謂剛剛大家講的 國籍管轄原則 這第一個 就按到國籍來處理 國籍管轄原則 第二個叫什麼呢 叫屬地管轄原則 什麼叫屬地管轄原則 什麼叫屬地管轄原則 就是犯罪地 在哪裡 那個地方抓到殺人犯 在那邊殺人 抓起來立刻審判 叫屬地管轄原則 第三個叫主體管轄原則 以目前來說 在國際上來說 沒有定論 我舉個最簡單的例子 如果大家印象還記得 二十年前的時候 可能光潤你很了解 那個時候 法國情報人員 去炸了彩虹號 結果呢 法國的情報人員 被美國人抓到了 炸了彩虹號 是國際第三者 然後在第三地被抓到 法國要求引渡回來 美國人不同意 為什麼 是你的情報人員 而且可能你法國高層介入 也不一定 我幹嘛引渡 我要審判 這是國際人權問題 因為它炸的是 綠色和平組織 結果最後在美國審判 請問這是哪一個管轄原則 這是國際管轄原則 不是 是屬地管轄原則 在美國抓到就處理 去年有一個案子 一個法國人 在秘魯殺了秘魯人 逃到智利 第一 法國要求引渡 這是法國人 秘魯說 在我秘魯殺了人 應該引渡回我秘魯 最後呢 根據屬地管轄原則 把這個法國人引渡到秘魯 接受司法審判 換句話說 我舉這個例子告訴大家 在國際法上面 到底誰有司法管轄權 到今天有很多原則 都沒有定論 這是一個 第二個 可這個事情呢 一涉到兩岸關係 太敏感了 這問題就很多了 我今天這個案子不談 我舉去年 對不起 12月20號 就有發生 我們中華民國提供 司法的資料 提供給菲律賓警方 菲律賓警方抓到28個 也是跨國詐騙集團 28個人裡面 18個是我們台灣人 10個是大陸人 最後菲律賓怎麼處理 到去年12月20號 菲律賓把18個台灣人送回台灣 10個大陸人送回大陸 皆大歡喜 那今天這個例子是很特殊 為什麼到了下旬的時候 菲律賓的做法 就完全不是這回事了 我認為這不是國際法問題 這是政治問題 是菲律賓最後的高層 有考量到大陸方面 就說這些人犯罪敵在大陸 而且這麼高的金額 我要求司法 我已經破案了抓回來 那這14個台灣人也是共犯 也是政人一起送回去 提得很好啊 菲律賓那邊後來做這個決定 一定有他的政治考量 那一樣嘛 兩岸也有兩岸的政治考量 是不是像剛剛輝文他們講的 早一點送回來台灣 或者案子半快一點 趕快可以結案 這是很重要的 另外馬英九總統 是不是提了一個 可以解決這方案的一個方式 他說現在啊 這個問題都是兩岸的問題 因為他們不要稱什麼中國了 就是稱大陸或者是兩岸 包括類似這樣的問題 是不是兩岸自己做下來還可以談 可以正式解決啊 來我們看一下馬英九什麼時候 羅庫正好熱鬧 馬英九新年心情好 寧假結束 帶著普院黨高層排排站 展現團結氣勢 向民眾拜年 能夠盡量的深耕南部中部 也要固守北部 讓我們黨在未來 不論是3月的立委補選 乃至於明年年初的 立委跟總統選舉當中 都能夠有效的 讓我們黨的候選人獲得勝利 新年願望講白了 要以黨輔正放眼2012總統大位 不只拼選舉 馬英九在7號的新春操兵會議上 更觸及兩岸敏感神經 點名外交部公文稱呼對岸 叫中國是不對的 應該稱呼中國大陸或者是大陸 原來回歸憲法架構下的兩岸定位 叫中國可能會誤導外界有兩個國家的疑慮 使得不但台灣對於大陸內需市場的掌握 更為有效 談經濟復甦馬英九自己也都以大陸稱呼 嚴格要求隔員不准再犯錯 大選前馬英九這舉動 充滿政治意義 中天宣網聲明宣問好 台北報導 馬英九除了選舉希望贏團敗之外 他今天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方式 他說以後啊 就是一回都會到中華民國的憲法的架構 跟什麼 九二共識一中各表這個原則 以後我們就不要稱對岸叫做大陸 就稱什麼 對岸或者大陸 不要獨稱叫做中國 這包括這個案子一樣啊 菲律賓這個 就跟你剛剛講的嘛 以後我們兩岸自己坐下來解決就好啦 是不是可以解決 好第一個 我想兩岸是目前我們可以說 最重要的政策 跟最大的問題 那麼這個東西他的說法 馬忠祐的說法 主要是根據什麼呢 根據中華民國憲法 還有徵修條文 目前我們處理兩岸事務的法律 是兩岸關係人民關係條例 這個兩岸關係條例 也是從政法徵修條文來的 在憲法裡面規定 台灣海峽兩邊 我們是台灣地區 對岸叫做大陸地區 這是憲法的架構 所以換句話說 就是包括這個違規到憲法 你送到大陸 所以換句話說 馬忠祐主要目的有兩個 第一個 現在大家怎麼討論沒有關係 目前我們中華民國 最高的是什麼 憲法 所以在國內政黨不一樣 我的政治立場也不同 沒有關係 但是公務人員 就是在國家的體制裡面 官方不會你正式在稱呼的時候 依照憲法的架構 台灣跟大陸兩塊地區來稱呼 這是第一個 所以回歸到憲法 這沒有爭議 第二個來說的話 他也是提到了 剛剛光晴問我說 那他怎麼辦 光晴剛剛一直都喊中國中國 要改口到大陸 他說他很奧 其實光晴沒有關係 一般在節目裡面 老百姓怎麼稱呼都可以 但是在官方的時候 要很明確定位 因為就是根據憲法而來 也希望因為這樣子 大家定位講清楚 其實包括我們記者在什麼 在講的時候 他常常講中國大陸不清楚 那馬英九在過年 他就清楚講了 我們就回歸什麼 我們黑夥德叫你情策 又有九二共識 以後我們稱大陸 就清楚說對岸或者大陸 不要獨稱他是中國 可是過年 我們來請教財經專家 馬上就出現一個大的問題 出現什麼 有人扣個帽子 就是什麼 中資色彩的台商 連一個國票金 有人要去買對不對 要入股啊 就有人被扣帽子 就是什麼 中資色彩的這個台商 馬英九本是希望說 兩岸可以和和平平的 像有人馬上扣一個什麼 中資色彩 這怎麼辦呢 因為事實上 其實這個報導裡頭 寫得蠻清楚的 所謂的一個中資台商 他有把這個姓 點名出來說 蔡姓台商 那大家就很清楚 兩岸已經交流這麼密切 而且到大陸賺錢 本來就應該會 愛台灣就應該回來 沒有錯 那我要強調的一件事情 其實這次的國票金改選 有很多的財團 還有很多的一個企業主 都有興趣 包括德安 還有包括奈斯集團 還有包括我們剛剛提到的 這個蔡姓的台商 還有包括其他的一些企業主 最主要大家就是覺得說 每年的一個董間改選 來臨了 那國票金 它其實體質還不錯 那如果說 對一些企業主來講的話 只要說 你自己的本業還不錯的話 你就會對 經營金融財源有興趣嗎 畢竟我們現在簽了 ECFA對不對 兩岸又簽了金融的MOU 那我們都有一些 互相參股的一個情況 所以我要講的一個重點是說 事實上早在半個月之前 早在其他的一個財經的媒體 就有披露出 這次國票金的董間改選 有哪些財團 有哪些企業界的人士 對他有興趣 那其實我個人今天看到某大報今天非常 畫了一整個板來討論這件事情 我第一個想法是 他是不是過年沒有新聞 所以呢 因為事實上我剛剛提到 這半個月之前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那他是不是因為過年沒有新聞了 就把這樣子的一個題目放大來處理 那第二個角度就像剛剛凱哥提到 就是說 事實上不管是蔡新台商也好 或者是我們看了 鴻海董長郭台銘 大家可能很多觀眾不知道 鴻海現在整個集團的員工 在大陸聘請的員工的人數 是遠遠超過台灣 那你說他是中資嗎 不對嘛 人家就是在大陸聘請 運用的員工是比較多 那你說他是典型的台資嗎 那對我個人而言 所謂的比較嚴謹的一個中資的定義 應該是說 他完完完完全全 他的資本是註冊在 對 那另外一方面當然就是說 他的錢呢 有可能是在中國大陸的市場賺來的 不過呢 他所有的股東的背景 股東的色彩 全部都是對岸的 同胞 我覺得這才是所謂的 嚴謹的一個中資的定義 那如果說 按照那一份報紙 他提到的一個角度就是說 如果我們今天是在 中國大陸賺到的台商 把錢匯回來 然後投資相關的其他的 台灣的企業 這叫做中資的話 那我相信 郭台銘啊 蔡衍明啊 這個 然後保存集團啊 或者是 其他相關的各大集團的負責人 我覺得通通都是 所謂的中資 臺灣的一半的媒體 一半的這個大企業家 都在理念的這個 被扣一個什麼 中資的這個色彩 其他為什麼一開始 提的這個議題 就是說我們新年 我們希望兩岸是和諧 兩岸共享這個 兩岸和平的這個紅利 可是呢 當人家都在努力的時候 有媒體你看 扣一個叫做 中資色彩 國票金如果有利可圖 是一個大家值得投資的 所有大的企業就是會進去的 那你扣人家帽子做什麼呢 等一下我們討論 我們趕快回來